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就會分享一下我的讀書深蹈 或者來到韓國之後的經驗之類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來了這麼久 也有很多人問我在韓國究竟 讀書或者語學堂 申請大學那些是怎樣的 那我在ASK那裡也有很多人問我 那我今天就直接拍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跟大家問我的東西 其實都是DDSC 語學堂啊 在韓國怎樣生活 就是找屋子那些東西 那我今天就會全部回答大家 嗯 首先由DDSC開始 就是跟回事序 那我是讀什麼科 我選了兩個X X1是VA X2是History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選VA VA VA真的 我自己覺得很難讀 如果你不是有天分 或者你不是勤力的人 是真的很難讀的 而且我也不是兩類人 所以我就覺得讀得很辛苦 所以如果你不是那兩類人 我就覺得 不要選好一點 那第二條就是 因為我什麼時候開始 那我其實 就是我是一個懶人 我是3月才開始 DDSC的 直到2月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 DDSC而已 是不是 壞了 就壞了 那我是3月 因為我是第一課 考VA VA是3月 3月未考的 那我也是3月頭才覺得 噢 我要溫書了 那樣 所以我就是3月才開始溫書 第三條就是 DDSC怎樣溫中文的泛文和數學 我是怎樣準備VA 有沒有定立 時間表溫書 那 其實DDSC 我中文 泛文 我是真的背了它的 除了那兩篇 最長的兩篇 我是真的背不到 但是那兩篇會選一些 最重要的東西 你背咯 但是其實這樣說的話 真的等於背了它 因為你 你落到長 你寫的時候 你不懂那篇文 或者你沒有背 你不知道它說什麼 你真的寫不到 就是你亂吹你也吹不到 所以其實那時候 那些阿SERMISS說要背的時候 都是 一開始是很難的 但是你慢慢 你一邊操卷 你一邊做的時候 你很容易背了出來 那我最後都是背完它 然後落場 抄和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第一個來 我將整本 東西抄了下來 乳液都抄了 有空的時候 就是這樣 你一邊背 一邊抄 一邊背 這樣 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抄完 我就記得了 有時候 心情好的時候 好 好 以前考DACC字 真的有點噁心 就是我會這樣 這樣 你編章結構 怎樣 就是 起因那些東西寫出來 然後 這些東西都會 就是那些叫什麼 乳液那些 但是我自己記得好像 我語液 五題錯了三題 DACC份卷 錯了 但是如果你做過 一百年的份卷 你就知道 它夾部沒有一條題目 你是用得出來 除了最後那題 什麼燈火難山處之外 那條是真的 我隨便問我媽媽 我都會回答 所以但是我覺得 背了它是會好一點的 那數學的話 數學真的是 粗卷 粗卷和粗卷 因為本身學校 那些阿sir都有 不斷叫我們回學校 粗卷的 就是study leave的時候 那粗卷的話 我覺得 是有用的 因為你知道 DACC的卷是跟 就是我不知道現在 19年是怎樣考 但是你 DACC就是你粗卷就有分 我自己 我就是狂操A1和MC 但是 因為我數學真的好差 是真的 由 form1炒到 form6 都可以繼續炒 就是 不合格到這個地步 那跟著 A1其實如果你 A1你適合得了的話 是 30分 45分 就是總之你適合得了的話 其實你 後面B1 B2你適合那幾分 或者10分 你其實已經有 3有4 就是其實你已經合格了 我聽我以前的阿sir說 就是 你 起碼要有 30分以上 嗯 45分 5分 45分 你起碼要30分以上 那份PAPA1 可能只有60幾分的話 但是你MC有 30分以上 其實可能已經拉到 4 或者也是3 但是 至少不是拿2 所以 操A1和 操MC 我覺得是 OK的 因為我 我記得我那年 那個AMC是 好像很難 那些人是很難 我記得我 對分 我是對27分 46分 拿27分 但是 因為那個 你知道是會拉Curve的嘛 那Curve完之後 拉完Curve之後 我是拿4的 DSE數學 所以我覺得 A1和 因為A1其實是一些 基本的東西 就是那些 拆AMC 就是拆 那類東西 就是最基本的東西 你那些適合得了 你就 基本上合格了 然後 VA怎麼準備 VA其實也是 我自己私下就沒有準備 因為我已經放棄了VA 算Best 5而已 那 中英數 LS 加份History 那就Best 5 那我就放棄了VA的 其實 VA呢我也是 老師叫我們回去每天 粗4個小時 極姐 那你知道VA卷 VA卷 考4個小時 講粗口就好了 小鐘頭9個字 寫文 那我寫東西 就比較厲害一點 20分 都起碼有16分左右 那 但是 剩下那3個小時 15分鐘 是真的 不行 所以我就 就是看學校也是練圈 不停練手 如果你說速度 那些東西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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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知道 我寫字是怎樣 你應該知道我DSC的字是真的 飛開了 DSC是這樣的 真的得過連字 就是 你其實跟 中文 Paper 3、Paper 2 那些是一樣 你也是要連字速 好吧 VA Paper 2的話 我建議就是 找一件你最擅長的東西來 連 就是 因為你VA好像有八題 你 但是你Paper 2 就是我是設計的 那設計 其實它每份卷都是 第一題 可能是設計一些產品 第二題可能是一些 平面廣告 第三題可能是 Fashion 那其實我就 會選一個 自己最擅長的東西 去 不停操 但是其實 VA真的不要問我 因為我VA真的 接著就是 有沒有定時間表 其實時間表真的 沒有 因為 我 其實 學校叫我們回去 操卷 已經佔了很多時間 你自己要補習 其實多出來的時間 都是去自首收穩書 所以 去到自首收穗 其實都是看自己的心情 就是 心情不好 就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心情好 就可能計算數 背中文 那說回時間表 記得 時間表 就不是你們想 可能星期一 那些什麼 但是我會每天 記自己溫了什麼 做了什麼 就好像韓國那些 你知道很流行 那我當然要學 那就是這樣 一天溫多少 就寫下來 這樣 這樣 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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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首相 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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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題是 怎樣讀韓文 看中藝的話 看三次 一集看三次 第一次就是 沒有字幕看 盡量猜他想做什麼 猜他講什麼 第二次看 就是連著中文字幕看 那 看中文字幕 你就會知道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有沒有猜對 一些東西 或者我真正去明白 他整個鐘 在說什麼 第三次 看第三次 就是 沒有字幕看 那 就 想起第二次看的時候 他講過什麼 那我就可以 根據他聽 然後再看自己 記到什麼 那你就可以 原來這個字 是這樣解的 這樣 就是這樣的 還有 沒有辦法學 語言 都是真的要經常看 經常聽經常講 那我其實 我還沒上課 就是我還沒上課 就是我還沒去二學堂 學韓文之前 我就是這樣學韓文的了 聽歌 看中藝 看劇 你是練到自己的口音 沒那麼 外國人 就是你知道那些外國人 口音是重到爆炸 你根本聽明白他說什麼 很多人問我 二學堂究竟是怎樣 其實就沒什麼特別的 二學堂很簡單 就是坐在那裡 上 上就課就九至一 上四課 上了兩課 文法和詞語先 書 其實就 就是這樣 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每一課會教不同的東西 那你就在那裡 上課聽老師說 講完抄錄師 抄完錄師做功課 做完功課就完了 沒有了 嗯 下一題就是 語學堂那時候 怎樣打發時間 有沒有上班 語學堂 我上過 兩個星期 的 part time 其實不是part time 我覺得是 full time 那 那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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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不是因為打發時間才去做 因為我要賺錢 我想去日巡 所以 上班 那 回了兩個星期 頂不住我老闆 然後就 退休了 退休完之後 賺完錢就是這樣 由 早上10點回到 晚上11點 就是開店收店都是我 然後 你中間 只可以站 不可以坐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選擇這麼辛苦的工 那 下一題就是 語學堂那時候 怎樣跟那些中國人相處 有沒有吵過香港的事情 其實這個問題也有很多人問過 那 因為其實 就是我們學校 那一級 的香港人其實真的不多 可能 十隻手指都數得了 那 其實我們都是偏向 就是大家都出來讀書 就不想說 為了這個 這件事去吵 當然 內心當然是 黃道變橙的 自己是會避開那些中國人 就是盡量不聊天 不說話 見到就掉頭走 不想說話 真的 因為那時候真的很生氣 仇恨超重 你知道我們不來 譬如說派傳單 只是派給中國學生 那 譬如說 他走進來 幫我派給中國學生 或者問你 這裡有沒有中國學生 那 他們就很自然會 指著我 啊 他也是 那你就 嗯 excuse me 香港人 OK 然後 但是沒有辦法 他 但是自己就會 聽到那一刻 就 嗯 嗯 嗯 下一題 就是 語學堂和大學的程序 是怎樣 就是可能 當9月報語學堂 是不是第2年2月 左右要讀完 之後 3月報大學 呃 我自己的情況就是 2018年的9月 開始讀 讀 讀到2019年的11月畢業 因為申請大學其實是11、12月就開始做的了 就是1月、2月是已經準備文件 即他已經當他收了你 你已經準備文件交給他 那所以我覺得 因為和韓國其實是有兩個學期 就是你可以 可以9月才入學 也可以 3月入學都可以 那我自己就偏向3月入學的 因為 我聽 朋友或者看其他YouTuber都是說 如果你9月才讀的話 你可能認識朋友 沒有這樣 因為 人家3月開學嘛 那你9月才進去 那人家已經 有個 固定的社交圈子 那你就 那時候才去你就好像很難融入別人這樣 那我自己的編在3月才入學的 那我剛巧 語學堂畢業就11月了 那 但是其實我是10月就開始報大學 因為 那時候交了reference letter 就說我 可能入到研製 那他 那我那時候就交完 11月就開始 就已經收到說他 錄取我 那我就準備文件交 但是其實到現在都還沒交完 那語學堂報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的 上去語學堂的網站那裡 他一定會有 報名表給你填 填完 就是交你中學畢業證書 銀行存款證明 然後 譬如 家長 就是出生子證明 身份證 那些東西其實就可以了 還有 給錢 當然要給錢 就是語學堂 所以說句就是 你有錢就讀到的了 你想報延世大學 最好 讀延世語學堂 因為第一 他可以幫你寫reference letter 第二 就是 入延世其中一個要求 就是如果你入到大學 你不想讀 韓文的話 你在延世語學堂六級畢業的話 他就可以免了你讀 韓文 就是韓文 course 就可以免了你讀 那我自然就是這樣 那如果說報大學的話 報大學就會複雜一點 因為報大學要 然後就是 就是剛才學堂的那些 畢業證書 諸如此類 然後又要學一下公證 你的在學 中小學的在學證明書 畢業證書 成績表 中一到中六 最後一次 然後加上DSE的成績表 還有大學就 其實不用面試 現在大學 就是外國人的話 我就這樣交完 申請書就完了 那跟著就 在延世面試的時候 問了些什麼 呃 就是我入面試大學 就沒有面試的 那 唯一一個面試就是 他考英文分班 因為他有一個 是 英文的課要你上 就是如果英文不好的話 那當時他 沒有 武漢肺炎之前 他就跟我們說 是要去校舍做written test 但是因為武漢肺炎 他最後就變了 Facetime 那 free talking 然後幫你評分 How are you today? 那你回答他 Good 然後他就會問你 做我什麼 那你說回 諸如此類 那我問了 問了我什麼 他問了我武漢肺炎的 然後昨天出了成績 不用 就是他免除了我上英文課 那 我就可以再選 其他課來讀 但是如果譬如說 你有考IOS 那些呢 其實好像考到5.5分以上 都可以免除 但是因為我英文不好 所以就 免得出去獻炒 考到4分回來就好 又貴嘛 貴就不考的了 所以我覺得 不要考IOS 如果你讀韓國大學的話 唉唷 我很壞 在教人沒讀書 不行不行不行 韓國是三月畢業 一年讀多少個學期 其實韓國是 首先韓國是三月開學的 三月開學 然後六月就讀完第一個聲音 然後第一個聲音 然後九月開第二個聲音 然後一二月就畢業了 那就是其實韓國只有兩個聲音 好 如果不懂韓文 可以怎樣找房子 我聽過用APP 但最終看樓簽東西 那些可以怎樣算 這個問題呢 都是有點難度的 不是 我說做這件事是有點難度 如果好像我的話 我就 因為我和家人住 所以 一定要找些有 因為那時候租的時候 我也是不合法地認識韓文而已 所以就找了一個有中國人 有中國職員幫忙的地產 帶我們看樓簽約 全部都是靠他幫忙的 但是如果你說自己過來住 用APP去找 其實你也可以跟那個屋主說 你是外國人 可能簽約的時候 有什麼不明白 那 他屋主好人 可能會幫你找一個 懂你語言的人幫你 或者 其實我覺得最好 帶一個懂韓文的朋友 去幫你看樓簽約 那些 也有一個懂韓文的朋友 比較好的 因為他們很多條款 就是 你 什麼 總之有很多 你不做得的事 你不知道 就是扔垃圾 你扔錯了就會罰錢 或者你自己懂韓文就最好 下一條 你會建議住宿舍 還是出面住 如果 其實 當然 方便當然是自己住 沒有宿舍 沒有宿舍 其實我現在入大學 也是入科 剛剛都分了宿舍 我是三人房 三人房 其實住宿舍最怕是遇到 跟自己生活習慣不同的人 就是好像我聽朋友說 他以前有個宿舍 是一天要拜七次神的 那些 就是那些宗教那些 一天拜七次神 那你就 睡覺他又拜神 燒香拜神 那 溫緊書他又燒香拜神 那其實你真的很不行 就是 不是說歧視他們 但是真的生活習慣 要好好配合 就是如果你自問 不是一些很 隨和的人 我就覺得自己住 是會好一點的 我現在分了三人房 那我兩個 都是韓國人 我也不知道怎樣 可能他們會覺得我很亂 正常的 看後面那些東西就知道 沒得過 你看到 唉 這堆東西 唉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最後兩題 都是同一點問題來的 就是一個月的支出 是多少 那其實 我一個月 我的情況比較特別 我跟家人住的 其實有很多 平時吃飯 你至少 都會在家裡吃 對不對 這個確實回應不到 還有我一個月最大的支出 是 她 她 所以 一個月 不算吃飯 那些其實 二十萬 won 三十萬 won 是能生活到的 是能生存到的 還有你知道 女媽媽會買東西的 好像我 昨天拿了我媽媽買 CLEO的Palette給我 就這樣拿了回來 就這樣拿了回來 所以 所以 因為我跟家人住 那我確實回應不到 但是 那我想 你 衣食住行 自己一個人 省點 花費 五千元 好點花費 一萬元左右 我自己覺得 還有韓國的生活 就是 它的消費指數 其實 便宜過香港 少少 你可以當 尤其是你買衣服 很多人問我 那些衣服在哪裡買 其實韓國有些 很有趣的東西 他們 減價是直接減到 它的價錢賣給你 譬如說 它的價錢會寫出來 它定價 價錢是五千九 won 但是它販賣價 可能是一萬二千九百 won 這樣 但是它一減價 就減到五千九 那你趁那個時候買 你就 整件事就很便宜了 所以 買衣服之外 化妝品的消費 都是超級貴 你知道吧 韓國 化妝品 這麼漂亮 很難買的嘛 走過那間 Oliver Young 就破產的了 所以 但是最重要 都是自己計算 不要像 好像我這樣 我去完日本 回來之後 整個一月 是過到整個 黑衣 真的 我 還有一條 其實想聽你的分享 追星的東西 看好IG 我IG名很多 上年的東西 我全部都 封存了 因為 新一年新開始嘛 又免得 這麼誇張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再問我 我會再回答你 或者你DM問我 我都會回答你的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